中国高铁的世界之路 屡次惨遭毁约 不甘示弱 索赔810亿 现如今的世界 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不再受任何国家欺负和打压 中国的许多领域也是飞速发展 走在了世界前沿 比如高铁 现在世界上的高铁 强国有三个 分别是日本 欧洲以及中国 日本是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国家 因为最早进入 所以 砖研时间最长 这也造就了日本高超的高铁修建技术 而欧洲因为发达国家数量最多 所以高铁的发展阶段 基本上是属于欧洲国家的 但是高铁真正的高光时刻 却是在我们手上被实现 这也是为何我国拿下了 全球70%的高铁订单项目 高铁技术是中国又一项走出国门的技术 同基建一样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 墨西哥看到中国的高铁实力后 也忍不住想请中国帮忙修建高铁 中国也乐于帮助其他国家 于是就决定帮助墨西哥 2014年 中国就与墨西哥签订了修建高铁的合同 该条线路链接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克雷塔罗 全长210公里设计时速为300公里 按照计划将全部由中国负责 全部采用中国技术 不过墨西哥不久之后 就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宣布该项目长期搁置 撕毁合约的代价令墨西哥损失惨重 赔偿了2.7亿元人民币 相信有了前车之鉴 应该不会再有其他国家出而反而了 但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个国家跳出来惹事 这个国家就是阿根廷 起初与墨西哥一样 与中国签订合约 而且中国也派出技术工人 前往阿根廷修建该条高铁 不过刚修建到一半 阿根廷却突然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了中国 称不想与中国合作 消息传出 全国上下顿时一片哗然 这都已经接近完工的项目 说毁约就毁约 成性了 然而出乎阿根廷预料的是 此次中国的态度十分强硬 若是想终止合同 必须赔偿 根据协议 阿根廷需向中国赔偿810亿 如此庞大的金额 使得阿根廷十分后悔 他们再次恳求中国将合同继续下去 如今的中国已经有资格 有实力向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宣告 做生意 欢迎 但是希望能拿出诚意 不要想着搞妖娥子 占便宜 确实 一个国家应该有国家的气度 不论是与弱小还是强大的国家在外交时 都要不卑不亢 以双方共同发展为前提 为国民争取更大的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